这个画面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熟悉啊 很像是SpaceX星舰进行的飞行和回收测试了 但其实它比第一个可以回收的09号还早了将近30年 它叫做DCX 是由NASA资助卖道制造的 最早实现了可垂直降落回收的 单级入归火箭的工程样机 在为数不多的几次测试当中 它已经能够从地面上升到超过3000米的空中 然后再稳稳地落回到原来起飞的地方 在那个时候看起来简直就像是从科幻电影当中走出来的东西吧 而且这个浑身上下散着荧光的东西 显然也直接启发了Elon Musk 促使了后来的09号与星舰的诞生的 三个世纪80年代 美国战略防御计划 又被叫做星球大战计划 急迫地想要一种比航天飞机更加可靠 更加便宜 能够更加迅速部署的基于天机的武器系统 那很显然 只有完全可以重复使用的航天器才能满足这个需求嘛 同时如果还要让它缩短再次起飞的准备时间的话 那么垂直再降落到原来的发射台上 就显得更加的合理了 于是DCX的概念被提了出来 虽然垂直起飞和垂直降落这个想法 从1950年代起就在科幻电影当中相当流行 但是在此之前 现实当中却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正常的逻辑当然就是造出一个缩小版的样机来验证这个想法 看看它到底能不能从科幻走到现实里面嘛 所以高12米底部直径4.1米的DCX呢 其实是被缩小到了原来的三分之一的 不过这并不影响它的开创性啊 它装着四台液晶液氧发动机 每台都可以在万象节的控制下呢 单独调整喷射方向 同时其推力的大小呢 也可以在30%到100%之间自由变化 为垂直降落提供了可能啊 另外它还带有四台滋控发动机 和五个由液压控制的精翼 可以说啊具备很强的空中姿态调整能力啊 从而就实现了之前从来未曾尝试过的火箭载入姿态了 DCX的另外一项突出特点就是啊 真的很省人工啊 由于其高度自动化发射它呢 控制中心里面只需要留三个人就可以了 两个负责飞行操作 剩下的一个负责地面支持 两次飞行器舰的最短间隔 也可以做到24小时 可你觉不觉得也非常奇怪呢 既然NASA在30年前就可以垂直回收火箭了 那怎么还要把机会留给后来的SpaceX呢 原来啊这当中既有重大事故 导致项目暂停的原因 也有更多的是啊 内部的权力斗争了 在不愿意为DCX继续掏钱之后呢 他们把所有的柱都压到了洛克希德马丁的X33上 哪怕前者的造价只是后者的二十分之一 可讽刺的是啊 后者从来就没有真正的上过天 也许只是NASA在等着SpaceX吧